同樣是來自學行消息 要來看時間議關第十個國民中小學 營業一個行業競賽 在在創新行業要去行三天 更好保命可以說是相當的擁有 包括讀者、劇場、公告書比賽 還有龍頭頂頂頂的行動 總共有331隊 800控制委的小朋友參與 也認真來典現動態性營業行業競賽 往後每年的基本營業競技、學業競賽 提供學生向上觀摩的機會 透過聲音、技場、自體以及正義的表達 典現營業學習性格 他們做競賽過程無花的舞台效果 比賽行動的設計也是重設、無重量 副館長林美豬十何臣王創新行業 尾山手工由打氣 門口剛到達比賽完的阿里山國中秀學生 特別跟這頂頂的小孩進行營業圍圍 學生都可以用他表達 讓林美豬非常樂 今天比賽的內容包括了 朗讀、收復式比賽 還有讀者劇場 我們就是希望這些英語教育 因為我們在嘉義非常注重英語教育 我們希望嘉義線未來能夠接軌國際 所以對於英語教育部分 我們是不予餘力 我們特別播出了相當多的經費 來針對我們的國小的小朋友的英語能力 來做一些家常的訓練 而今天的一個競賽呢 就是希望能夠將他們的學習成果 具體的來呈現 所以我們也分了不同的這些比賽項目 透過他們這些肢體語言 包括他們的聲調 包括他們的發音 包括他們的這些肢體的表演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發現 他們已經將融入成為他們生活語言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非常有意義的比賽 我們希望每個小朋友都能夠發揮他們的專長 能夠做出最好的一個成績 嘉義管政府重視學生營業靈略 共化學校營業講學育定 提供學生經濟的參與提供營業正經的機會 除了已經十四兩年的孫南學校 憑革營業學院之外 提供文工學校的國際營業館幾月一平 也已經有具體的進度 將提供學生第二的全營業的學習正經 讓孩子可以有不一樣的擴充上學習營業的提供 建立做信心 最近新聞中來信 嘉義管 蔡宏博德